今天我们想要介绍的是 怎么样用在吹SARS风的时候 能够吹出有共鸣感 有颗粒感的声音 那么其实也许有人会问 有共鸣感有颗粒感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我们演奏SARS风 就很像 我常很喜欢跟同学比喻 跟学生们比喻 我们演奏SARS风 就很像 当然就很像歌手在唱歌 那也很像什么呢 也很像演员在演戏 在演舞台剧 那我想 你绝对不会想要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 讲他台词的时候 口齿不清晰 或者是声音传不远 基本上我们这所谓的表演艺术 都是要Express 就是必须要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情感 那如果说 你的声音不清楚 或者是你的 你的颗粒感不够清楚的话 那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表达出去 所以你不会在舞台上看到一个演员 他讲话是 我告诉你我今天怎么样 他不会这样子讲 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怎么样 所以我们吹萨松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非常的 对我们所要表达每个音都是清清楚楚的 那 所以呢 如果一个颗粒感不清楚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一个讲话不清晰的人一样 那也许有人会问呢 那subtone怎么样呢 subtone又是另外一回事哦 subtone就很像一个讲话有磁性的人的声音 他不是讲话很轻轻有力的感觉 但是他就是 软软的 可是他还是清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练习如何去把声音做一个清楚的表达 尤其是每个音呢 呃 do就像do re就像re mi就像mi这样子 ok 那要做到这一点呢 呃 基本上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哦 第一个就是练习长音 当然长音还是最重要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在练习音阶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好好地顾虑到两个音之间的转换 所以呢 在很多同学在练习音阶的时候 可能就是觉得啊 音吹过去就是交差了事这样子 但其实我们练习任何乐器 尤其是saxphone 我们不能 呃 我们必须要把练习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的看待 怎么样认真看待呢 就是 你必须要 吹出了每一个声音 自己都觉得可以过关 那在练习一个音阶的时候也是一样 每一个音的声音 你都会觉得说 OK 这个音对我来说是好听的 这个我觉得才是练习中最大的意义这样子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呃 比方说 没有颗粒感的声音 吹起来可能是 类似这样子 其实我没有去 好好的做出它的颗粒感 但是有颗粒感的声音听起来就是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呃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 我可以 呃 我可以跟大家传授 就是我的老师 Bill Pierce 所教给我的练习 首先我们要练长音呢 先从Rae开始 中音的Rae开始 然后这个Rae呢 上面要再加一个降咪 就是用两个音 两个半音呢 来做一个 一个一组的这个 长音的练习 所以呢 这两个音交换的时候 你就可以清楚的感觉到 这两个音之间在互换的时候 有没有产生颗粒感 然后再半音半音的下去 那么在换音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 两个音的 呃 的balance 的音量的平衡 是不是好的 不要一个音大声 一个音小声 然后半音半音半音 一起吹到最低音位置 音量的音量 这些音量的音量 都在唱的音量 一样的音量